第十五季第七集 看見這個其實是時代眼淚 我覺得奇怪,其實Version 1.0的Freedom 在外形上都非常漂亮 為何會出一個新帽,再用Freedom來做造型呢? 出了那麼久,你都差不多黃了 是時候一隻新帽 坦白說,如果大家有玩開之前的Freedom 其實我相信除了QC之外 其實我到現在都覺得造型或關節都真是不錯的 算不算是到很多人入坑的Metal Build 始終都是,因為本身這套東西是高質素之餘 我沒有幾初都是從田製造過Redesign 所以變成在可動或造型方面 看到是一種哇的感覺 我看過這個字典,我覺得有點魔鬼 覺得很誇張 誇張了,但受不受歡迎不敢說 我看過這個字典 不斷地轉一轉給大家看 基於本身我已經放在台座的關係 我就不太方便放在上面這個圓台上 因為坦白說,不穩陣的 因為台座是有洞的,所以就放不到在圓台上 其實如果大家有1.0再跟它比較 我覺得最大或改得最好的優點就是顏色 我相信大家現在拆開1.0去看 你應該白色有鴛鴦色的出現 是的,那些金屬件應該全部都黃化了 所以你看上去應該也挺傷心的 但今次這個概念2.0 它就用了灰底 所以我都相信它是耐敗一點的 大致上轉了一個圈 外形上相信大家都沒有特別挑剔了 我暫時擺了一個前衝的姿勢 基於要慢慢玩的關係,我會拔它下來 不要緊 這個背包真的非常刺手 但它的外形和上一盤是相近的 其實是相近的 因為大家都用了一種撩瘦的感覺 不過你問我其實這次全身沒有 全身沒有 所以你只是猜不到它 如果純粹說回上一次的Freedom 質素是真的不錯的 但我想說當你沒有背包的時候 它真的跟這個Strike有幾分相似 是真的 你看看鏡頭 還有現在可以放在台座上 我覺得 不安裝背包 因為我覺得這樣擺其實也挺有趣的 大家如果手頭上有這個Strike Gundam的話 立下眼我相信都會有機會 你將側包拿走再次 哈哈哈哈 其實挺漂亮的 它的外形 有些人說它覺得腰太瘦 但我覺得這樣看下去的感覺都不是差的 變成整個proportion 跟回重田之一貫的畫風 都是撩撩瘦瘦瘦 有觀眾問你會不會是共用了MD突擊自由內骨架 反而我沒有特別去做個比較 不過我覺得以一貫Bandau的做法 這位觀眾我相信是對的 接近真相之人 Yes 大致上看了它的proportion 比例都漂亮 我反而想大家看一看背包 背包不用轉了 對 背包放在手上就行了 它比之前的背包有什麼改良的地方 我也沒有特別留意 但我相信在分件上色和造型方面都有出入 當然重點都是在炮上的 因為掛了上去也很難介紹 所以我用了這個方法先看 本身的液的可動就在這裡 另外這邊也是 我忘了在網上曾經看過 FREEDOM開翼 即是孔著開屏式的全彈發射 好像是Metal Build的設定 是 即是在動畫中 其實它是影響後的 基本上是不成比例的 但它這次就可以把實際的炮擊情況 完全表達出來 是 我的頭部真的漂亮了很多 是 它這樣擴大 是呀 我覺得你還在那裡插 看看說明書 是呀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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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順說很好 先收一下 我正在玩這個 我正在玩這個 對我來說太年輕了 但其實年輕的已經是18年前 沒有記錯的話 本身SEED播映的時候是2002年的 轉瞬間已經18年了 其實也不錯 其實是把這個高達重新 融入年輕人的市場 常常都有大量的女粉絲 最重要是大量的女粉絲 最重要是大量的女粉絲 雖然高達 即使是最初的元祖高達 都是有女粉絲 但還有很多 在日本 他們很出名的 在新宿的宣言 當時男生和女生 都是這麼多的 當時有很多女粉絲 寫信 給阿富爺 馬沙去哪了? 過了大紀錄之後 馬沙為何不出場 中間被人等到 在過場的時候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說明書 其實你覺得他寫SEED GUNDAM 他這個風格 也吸引了很多女粉絲 這是不是很精密的計算 我又 玩射金巧 我真的不敢說 是否針對女粉絲去想這件事 但其實大家扣病那件事 只是SEED 但本身其實SEED 我自己是有多高的評價 是好看的 是不錯的 我看SEED最喜歡的就是駕飛機 得死了 我竟然 對 那個飛機因為很有趣 第一 駕駛高達跑的時候 它是駕駛駛駛的飛機 是 總是有先空 那些佛羅炮的問題 對於我來說始終是 較近期的東西 很多我看完之後 我就不記得 我記得當時我一次過追完 證明它是好看的 但是 你現在問我 我不溫習 我就真的不記得 而最要記得的鏡頭 就是 當中彈的時候 男長向前傾 好像He-Man變身的鏡頭 它是重複了很多次 那些動畫裡面 其實有些鏡頭是很經典 那些畫師很用心機去炮製的 譬如超爽義賽 當年那隻Monster摘出來 摘爛那個鏡頭 那些鏡頭 當年不單是我們印在審客 動畫界的同業 都很震驚 覺得這個鏡頭很厲害 我只記得洗澡的位置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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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來的 就這部模式 好看 我可以確認他有個吉手 是啊 好慘啊 一價錢 啊 對 好 那 由於這個被子太重的關係 真的太重 大家玩的時候 千萬千萬千萬 最好就是用回這個台座 所以在這個玩具玩家裡 我不是很喜歡這個機器人的設計 在鏡頭上 但一出到玩具,我就不安裝上去 我想吐槽一下,如果在裝嵌,我覺得盾子最麻煩 盾子本身夾手肘,所以要遮到位置很漂亮 盾子本身夾手肘,所以可以固定盾子 這裏好像是很多時候的弊盾 這裏是可動的,所以在渣盾時可以調校一下 高帶是自由的 很厲害,自由真的沒有事,跌到地上也沒有事 幸好有地毯,我也看不到洞 遲些會不會有一個北京特別版呢? 一定會 上海還是北京? 上海 很棒 應該是紅色 我想會有條龍在身上,不是被師傅 也要動一動,然後先拿去 有一條金龍,其實也可以漂亮 本身如果要展示這個可動性 我真的要再拆一次盾子 前肩甲這個設計是很好 這個打開風 變成你向前移動時就不會有任何狀況 這樣嗎? 這個可以嗎? 不行 不行 先看看 這個姿勢 這個姿勢都特意做了一些大字形的飛翔 非常重 這樣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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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可以馬上擰開頭 再高一點就可以了 即是沒什麼干涉 手持 手持 很實 關節很實 實到我是有點害怕 通常這些要鬆一鬆 但其實這種實 我不是很滿意它 整個麥刀錶系列 我總是覺得那些關節 根本上是不能夠成功調整到一個 給你很舒服去動的感覺 玩家朋友的感覺 即是它就是 我弄得很實 然後你玩一下玩一下就會鬆 那種 你再玩久一點就會鬆 你自己乾天命 它連前手腕 這裏都有一個前後的關節 我某程度上是比較多 另外 剛才翼就玩了 那條腰 它這麼瘦就變了 打側 對 向前 哇 它真的很腰、很腎、很難忍 咦?這樣就站到了 這樣就一定是 對 左右 好像上海的自由 都有用到一個翼去做支撐 左右也沒問題 對 因為它本身在空甲這個位置 都做多了一個關節 所以它可以向前和向後傾都很自然 腳 它這裏分了一件 所以都很美 雖然不可動 雖然不可動 可以揭高一點 然後 就自然 可以看回腳的關節 大致上怎樣移動 其實都可以看到關節的位置 都可以猜到 巡礼都踢一踢 裙甲內的花紋 這裙甲內的花紋 裙甲內的花紋 這裙甲內的花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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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關節 所以每一個關節都很緊 還給它幾次便鬆 貼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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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它可以用曲線做得 沒錯 它有想過那個膝頭歌出來了 本身那些銀灰色的點絕位 跟金屬關節的點絕位 情報量很高 金屬關節 其實真是美麗 就是美麗 就是美麗 又是如何設定黑線 在黑線上 可能穿不同的顏色 整件事都不同了 你見回 小腿位 當你動的時候 膝頭的對落 那些遮瑕位都很美麗 也是的 算是連動 看看小腿位 當然後面 這裏也是可以動的 看見引擎嗎 腳腕 神經病 左右呢 就是鐵地 其實Freedom開創了 有翼的高大特別有翼 所以其實本身 如果純粹說 可動來說 這隻東西是很可怕的 就變成真是說 縱使你之前已經有這個 Freedom 1.0 你縱使再進入這隻 其實某程度上 真的不需要覺得有什麼擔心 因為無論外形上 或者在裝備上 或者在裝備上 那些工具都很美麗 好 玩玩一下 腰炮 本身 劍是可以 拔出來 有觀眾問 十年混展MV 有機會哪一隻呢 我也想知道 他們再不出舊的老餅派 就沒有了 我們已經死了 你走雞了我們這一層 我還有很多錢 我市價很多 看到本身有三折可以夾起來 拉出來 就成為了炮 好了 那手抽位又在這裏 有些魔改了造型 設計的形狀 形狀了很多 對 多了很多角位 嘢德哥 你玩得Freedom 拉尾一定要全蛋發射 嘩 這麼大 看到本身 其實形狀都很漂亮 當然 玩得Freedom 都可以好好地 看一看它的翼 是怎樣裝 很大堆 很大堆 它本身的設計 是不是有這麼多卡 是啊 也有這麼多卡 是啊 所以變成都 因為它一出可以打幾十架 一次 一鎖就 鎖完 爆舌也是 真的是舌頭的特色 大家爆舌就厲害了 是當年的潮雨 現在也潮 開完 好 你開這邊 好 嘩 這麼高 它要板上向前面 好 看它的觸角 其實這個設定也挺漂亮的 如果你有顏色我就喜歡Strike多一點 我覺得Strike的顏色漂亮 你喜歡金色嗎 好多東西 太多東西了 Strike Gundam 上一隻 哦 是Strike 嚇死了 嚇死 它的聲音很恐怖 它的關節是很緊的 特別是雞翼 所以聽到聲音 真的會來一來 大家在期待 期待 再來一次 當堂首時爆勝 現場就像弄壞一隻Gundam 心口碎大隻 是不是上座 有沒有覺得頭大身瘦 不算 看你的品味 我是收貨的 其實你看看 就算最早期所謂大學員幫男的設定 因為 早期是他設計的 沒錯 不是應該直接 最早期的設計圖是他畫的 當然樣子和實物是有些分別的 當年頭也很大 腰炮後部份還可以爆甲 是呀 後面 QC如何 不錯 真的不錯 很難得 有沒有鬆關節的東西 沒有 沒有 其實我剛才看到有些網友 他肩上扔扔扔扔扔扔 但是 對不起 我這隻就沒有問題 變成個別例子 師兄說想他出真正正義高達 我放心 大家也想 我發現我想多些無限正義 現在街價多少錢 2,000多 左右 2,000多元 2,000多元 這些應該站得很猛猛 這應該是很受歡迎的 非常受歡迎 你肯定 預料他不會出益的版本 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用上本身的配件 做隔路歌式的雙印劍 這個要拆了背部才可以上 這個設計 我也不知道好還是不好 所以真的 好 全彈發射 暗照 也不是很難做 不過我覺得最好就是 拆了背包出來 做好再上上去 這一定是 還有要留意 本身我自己建議 用這個方式上 就比較實正 當然 當你用這個支架框 就先拆了背包 插實了 你才把背包放到位置 擺設計畫 就比較穩陣 當然 重點也是 留意這條柱位 它真的 這個裝位 承受了整隻 MB的重量 大家裝的時候 都要看會不會白 不過它本身白色 你也很難檢查會不會再白化 但是 小心點 這個位置是 挺重要的 我不敢說它不夠力 但是 這隻東西也不是輕的 所以變了 站在那裡 把重點 用回另一個台座 放在這個位置 就站在那裡 就最安全了 好 今集 玩了這麼多 還有沒有好東西嗎 沒有 沒有就福了今宵 可以補充一下 小時候說一說那些東西就算了 好 稍後見